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減息一如如期,謀談又傳變數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片 全日恆指升了239點 收報26906點 成交有850億 今日港股可以說是第四度上衝27000關 可惜都是無功而回 港股受到美國減息 美股創新高 標普500指數創新高的刺激 今日曾經又再上衝27000關 最高的時候見過27009點 很可惜又是上不到 站不穩27000樓上 大家看到圖中這幅圖 我已經指出了 是有四次上衝27000 衝不到,站不到其上 就要考慮小心 會不會又要試一試下面呢 下面就是26500區 這個雜幅波動已經有大半個月的時間 超過半個月 去到10月底 竟然都升不到上去 如果能升到上去 當然是好世界 站在其上的話 就很大機會突破前浪頂27366點 站在27366點之上 就中線轉陸燈 因為可以當作高低腳反彈 很可惜如果站不到的話 甚至萬一會跌穿 26500區 或者26300區 就要小心 短線可能轉為黃燈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密集區如果被跌破的話 為什麼說26300區 就因為50天線在那些水平 如果那些線跌破的話 短線就是增持元 有機會回落 所以短線要轉 如果是這樣 就要轉為黃燈 當然現在還是未知之數 現在消息就是一好一淡 好的就是美國一如預期減息 而美股衝到上去 標普500指數 創到新高 淡的就是 內地經濟表現不一般 PMI數據不理想 還有又再傳出來 中美貿談又有些變數 好了 再說先說減息的情況 一如預期 美國減息0.25厘 香港其實匯豐和恆生 那些都竟然更減 這次減0.125厘 即是百分之一厘 主要是他們說香港經濟差 希望減息刺激一下經濟增長 說回美國的情況 美國減息 標普500指數衝上來 無論收市位和最高位計 昨晚升期三晚 都是歷史高位來的 收報3046 最高見過3050 是升少少的 矮仔上樓梯格局 不算多 不過都是創新高 都是利好的 美股事實上這幾年 每次創新高 都是低低低低的 這次應該不例外 慢慢上升 鮑威爾 其實這次減息完之後 算不算鷹派減息呢 也不是很算的 不過他都說到 其實都當這個減息是一個中期減息 之後不再減 我自己個人認為 其實他的公信力 也都分甚低 去年 一路就說要加息 結果市場叫他12月不要加 他不聽 他加完之後 血洗聖誕節 即是美股在聖誕前後 就急跌 之後他就改口 就說 好了 不再加息了 就VNC 等了 結果今年上半年 整個上半年就不加了 已經是搞到公信力破產了 誰知道去到7月的時候 市場的息都下來了 歐洲那些很不行 總統又不斷叫他減息 他迫於無懷 結果 本來是加加下的 說停在看 還想要加 誰知道 倒轉後要減 7月那次減 9月那次減 10月底 11月初 這次又是減 是甚麼 即是說 其實是暗示 這次減完之後 有一段時間不再減 不過也不會加 除非通脹上來 否則就不加 好了 大家都知道你加不到息 問題是為甚麼 你可以說不減 他就因為減了很多 下來了 問題大家留意 究竟美國債息 還是不是倒掛 當然是倒掛 那些三五年的息 還是低過那些短期 例如over night rate 如果你還是倒掛的時候 你有甚麼條件不再減下去 即是你期望債券市場 中期的息 是浮上來 升上來 有沒有可能 比較難一點 我們看一下 十年期債息 美國十年期債息 又下來了 大概1.7幾 1.7幾 這些位置 這個十年期債息 和他現在減完的 就是今次那個 1.75厘 減到去 1.5到1.75厘的息 其實差不多 即是短的和10年的息 差不多 雖知道 其實市場最擔心的 不是兩年和10年的債息 就是 他最害怕 其實十年期債息 低於聯邦基金利率 其實相差不是很多 隨時都有機會出現 最擔心的衰退指標 兩年和10年期 其實也相差不遠 亦都是欠不到四分一里 即是相差 亦都就是說 很容易 其實也都會反映出衰退 就算不衰退 這條curve都很平 很平的話 即是經濟麻麻 經濟麻麻 即是什麼 沒有得加息之餘 其實減息的機會 仍然存在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這個我覺得從債券市場 就告訴大家 你不需要這麼理會 這個鮑威爾說些什麼 市場夾到最後 都是要減 只不過可能就是 12月那次 停一停 最厲害都是停一停 讓你停多久 最多停三個月 因為之後就出現 是否經濟真的好得上 看一季都看得清楚 如果經濟不好得上 債券那條U-curve 繼續倒掛的話 你有什麼可能 可以不減下去 即是它的口硬 事實上 美國已經開始 聯儲局下面的 三藩市儲備銀行 已經在研究 是不是要負利率了 因為歐洲日本那些 已經全部負利率了 我覺得美國負利率的機會不大 但是美國的短期息 減到很接近 例如1厘或1厘以下的機會 是很高的 不是負息 是減到1厘或1厘以下 即是去到很低息的環境 因為這個市場會逼它 以及總統會逼它 這個就是我對減息的看法 好了 說回第二件事 就是突然間 中美貿談上 本來談得很好地 突然間有變數 今天的題目就是 謬談 又傳變數 變數是什麼 有兩個 第一個 其實昨晚知道 就是 智利突然間取消了APEX 因為那裏很亂 取消了APEX之後 大家要 中美雙方要找地方 即是大家11月在哪裏見面 有傳在澳門 美國又說澳門不好 那些地方 傳在想找美國的地方 美國本土又不肯 中國本土又不肯 澳門 美國提出來就說 夏威夷 或者阿拉斯加 這些地方 即是大家 雙方都現在在找地方 在哪裏 第一個又傳變數 不知道能否找到地方 談不談得到 文本又傳出來 說不夠時間做 這就是第一個變數 第二個變數 就大些了 就是今天收市之後 大概五點鐘才出的 突然間出來之後 搞到今晚夜期 現在這一刻 就大概跌200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中國剛剛開完四中全會 就是那個會裡面 對中美貿談 長期達成協議 達成個長期協議 不是這個階段性協議 這個部分 是長期協議的部分 是覺得很困難的 是會存有隱憂的 好了 搞到現在夜期就跌了 這個由於四中全會已經開完 根據這個議程 就是明天 明天才會有一個新聞發佈會 相信現在傳出來的消息之後 明天早上的新聞發佈會 將會被市場 記者那些 大家追問這件事 這件事 大家要看看 明天究竟官方有什麼說法 當然 大家明白 中美其實是一個長期的鬥爭 不是說短線問題 這個長期鬥爭 就很可能 的確長期有很多問題 很難解決 例如 所以為什麼要分階段簽 例如是什麼問題 很難解決 那些不給補貼 要改中國的體制 那些經濟 就是國企那些 要全部被私有化 這個是各本問題 中央政府 就是共產黨未必願意這樣做 這個是很難 一下子要改變 你說很長時間 給足十年二十年 可不可以改變 我不知道 但是你說一下子要立刻這樣改 我覺得真的很困難 這個是核心問題 短時間 所以就要簽第一階段 首階段 或者第二第三 再這樣談 這個就是可行一些的 首階段大家已經達成了很多協議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簽得到的 所以你說 現在又全變數 但是就應該不是 短期 即是首階段這個協議的全變數 而是長期的那些問題 那無論如何 現在夜期有少少 就是受到影響了 看看之後再怎麼發酵 事實上 剛才跟大家講過 其實這段時間 其實兩萬七 是頂到陷陷 那樣 那麼好消息 都衝不到上去 那大家要小心一點 好了 剛才看過美股 標普500指數 就創了歷史新高 那我們看看內地股市 內地股市 就不太理想 上證指數 就考驗著 上升軌 小心 明天如果有壞消息出 就隨時跌穿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內地的PMI數據又不好 10月群官方的製造儀PMI 就回落到49.3%這個低位 順於市場預期 這個是8個月以來最低的 市場預期是49.8% 那數據不好 你見到所以A股就遠了 加上這幾天 其實就是上個禮拜 就是因為那些稅期 就可以發了很多短錢 逆回購 就放了很多五千多億人民幣的短錢 那這幾天 就陸陸續續收回那些短錢 所以也都對A股不利 所以連續三支陰燭地下來了 看著 如果萬一跌穿的話 短線要轉為黃燈 如果跌穿這條上升軌 短線要轉為黃燈 深淨成份股指數方面 雖然類似這樣的情況 就好一點點 一樣都是三支陰燭 就是類似這樣的上升軌資 的走勢 但是它還是在上升軌資上少少 沒有這個上升軌資 那麼差 不過都是要戒心的 那港股呢 雖然在這裏還行十幾天 大半個月 不過部分提財股呢 走勢很理想的 大市不前 但是那些資金 就炒股不炒市 輪流很多板塊都升到牛市 好像物館股 好像新經濟股 新經濟股今天有些回套 好像平安好醫生 那些6060這些全部有些回套 但是現在資金又折去炒第二反 例如今天手機設備股做得好 又因為iPhone做得好 那自己銀子成份股裏面的信與光學 今天就升成7.4% 那這就升了7.4% 咦 破了頂 又再創52週新高 那樣 那也都成交都配合的 那可能有些壞消息 等一等 等一等 只要不跌穿 這個82元 或者118元這些水平 我相信都還是有機會反覆上升 那另外一隻呢 就是若明系 若明生物 早前爆了上去 今天輪到若明康德 又破頂了 今天若明生物都還是有得升 不過就沒有那麼厲害 若明康德今天升近12% 亦都破了頂 又是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那除非也是跌穿這個84元 否則的話 我覺得如果回吐回去 90元邊都是吸納的機會 那你見到都很大成交這樣衝上去 另外第三個 今天升一些燃氣股 就是新號燃氣 其實這幾天燃氣股 就是華潤燃氣193的表現都很理想 今天來到新號燃氣升6%上來 還有各自有很多不同的 譬如教育板塊 教股股有些 和這個只要不是K12的股份 譬如那些補習社那些 就做得很好 例如最近在升新東方在線 這些股份都做得很好 還有一大批提材相關的股份 他們都各自各精彩的 所以大市就不前 不過資金就流下去炒不同的股份 我覺得建議大家都是這樣 現在大市有些都還是不明朗的 大家反而就應該留意 個別股份多些 直到的大市有明確方向為止 好了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